這是古迪 有九千年的歷史 是最遠古的聲音 在1984年至2013年 四十多支骨頂 相繼在河南無洋賈湖為止破土而出 賈湖為止是距今7,88年至9,000年的 華夏俗斯文聚居的史前聚落為止 賈湖骨頂是中國考古發現的最古老的樂器 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樂器 它令我們了解到中國史前音樂文明 而即使到了今日 音樂家用它依然可以吹出動聽的樂曲 骨頂是用鶴類的赤骨造成的 磨製精細 由早期五孔改良到後期七孔八孔 反映音樂文明的進步 它屬於樹吹骨頂 亦是後世樹底或動宵類樂器的圓形 這些骨頂是誰呢? 專家在賈湖為止發掘了幾百座墳墓 而發現骨頂的只有二十多座 其他垂臟器物還包括龜甲、叉型器、瓶型器等等 推測這些務主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例如是巫師、祭師或油獎等等 估計當時他們以骨頂吹奏 表達對生活的感受和對神靈的尊敬 看得出他對這支笛情有獨鍾 這支笛今天被珍藏在河南博物院內 說到中國傳統音樂與西方音樂的區別 很多人都會認為中國中樂是五聲音階 西方是七聲 中國的七聲是從西方傳入的 但原來幾千年前賈湖骨頂 已經能奏出完整的七聲音階甚至變化音 而同時期的其他旋律樂器 只是處於三聲以內的音域範圍 改變了很多研究者的看法 假湖骨頂的出土 除了重新譜寫音樂史 更被認為對後世的禮樂制度 道家、道教 甚至整個中國文化文明都有重要影響